主播好 觀眾朋友大家午安 11點鐘以後 這個颱風的暴風圈 已經接近到陸地 所以接近陸地的範圍 是越來越廣 所以氣氧局針對這個颱風而言 對台中 南投 以北地區 東半部地區 都發布的陸上警報 海面上當然包括東部海岸 跟北部海面上 至於這個颱風未來的動向 到底怎麼樣 我們首先來看它的路徑變化 這個12點就是中心的路徑圖 中心位置在這個地方 距離宜蘭的蘭蘭東 還有290公里的位置 其中它的移動速度是25公里 原來在9點10點的時候 27公里 現在稍微減慢一點 它的暴風圈還是維持180公里 中心風速還是每秒35公尺 也就是每小時有126公里 最大陣風是45公尺 14級的強陣風 大概是每小時有162公里 以這個方向這個速度來看的話 在今天晚上最靠近台灣地區 就在這裡 因為距離宜蘭的蘭蘭東方 大概有290公里 這樣半月也是290公里 290公里除以225 大概就是11個半小時 換言之在今天晚上11點半左右 這個颱風的中心就距離台灣最近 大家都說 因為它距離台灣非常非常近 到底它的半徑會不會夠到陸地上 其實是沒有什麼太關係 為什麼 因為它的暴風圈有60公里 它的實際的暴風圈有60公里 接近一點台灣陸地的強風比較廣一點 在海面上一點 台灣陸地的強風稍微 面積稍微小一點 所以不管它登不登陸 這個颱風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對台灣的宜蘭北部地區造成 最嚴重的災害 也就是風強雨大 就是雨呢 大是大暴雨 第二個風大概就是12級到14級 包括北部海面上的強陣風 山區的強陣風比較大 以台北市來講的話 像陽明山 大屯山或者安部 這些地方大概可以達到12級 海面上的風可以達到14級 所以都在比較強的風跟雨 都在北部跟東北部地區 包括宜蘭跟北部地區 所以嗆取針對這個地方 發布了豪雨特報 雨量來講的話 宜蘭山區的雨量 800毫米 台北市的雨量700毫米 桃園的雨量是600毫米 所以山區的雨量比較大 以這個方向這個速度 在明天早上11點中心位置 距離台北有230公里 換言之明天早上11點鐘的 因為它暴風圈180公里 換言之明天早上11點鐘的時候 暴風圈可以脫離到陸地上 所以這個颱風影響台灣的時間 就從現在開始一直到明天中午11點 但是中間最強的時段 就是在這個地方11點半 向前換算三個小時 為什麼呢 它的暴風 十級強的暴風圈有60公里 60公里以25公里的速度來看的話 大概有應該要三個小時以前 所以在9點到晚上12點 就是凌晨第二天的2點 這段時間的話 是宜蘭北部地區風雨最強的時段 當然經過這個 它的前面跟後面雨還是強 只是這段時間最強 風雨就從現在開始慢慢慢慢增強 對東半部而言 但是經過這裡以後 東半部的風雨會慢慢慢慢減弱 風也減弱 雨也減弱 但是在北部山區的雨量 就會明顯地增加 我們用另外一張衛星圖 來看看它的結構來講 這是它的結構 颱風的結構非常的完整 颱風也非常清楚 颱風的主軸 大概也就是很明顯的 就是這樣的主軸 所以它的走向也偏向這邊以後 再轉向 所以今天上午的時候 對馬祖地區也包含在 它的暴風圈範圍的邊緣之內 所以影響也是 外島地區大概就是一個馬祖 金門不會受影響 主要的暴風圈 現在這個雨量在這個地方還沒到 這一塊雨量已經過了 所以北部有點空檔 就是這一塊空檔 這一塊空檔 所以到目前為止 北部的雨勢好像不大 但是慢慢這個接近以後 東半部跟東北角的雨量 會慢慢的增加 所以越晚雨越大 越晚風越強 我們用這張圖就是雷達回報圖 颱風的中心在這裡 颱風中心在這裡 整個環流大概有在這裡最大的雨量 這塊雨量已經過了 但是中間有個空檔就是這裡 為什麼講 然後北部 東北角 目前看起來雨不太大 偶爾下一點點雨 但是真的雨量大的時候 大概這個快接近的時候 在東半部地區 這裡也快接近的時候 所以現在東半部地區都在下雨 其中包括北部地區雨量 雨勢來講還不太明顯 那我們用另外一張圖 就可以明顯的知道 今天下午到明天這段時間 這個雨到底怎麼下 今天下午2點到20點 主要的雨量在這裡 宜蘭地區 但是北部跟東北部的山區 整個包含在那也是一個大雨區 第二個晚上的重點在這裡 我為什麼一直強調重點在這裡 晚上20點到明天早上2點 第一個颱風最接近 第二個颱風已經慢慢的 脫離台灣的陸地到海面上了 所以在它前後都是在60公里的 十級暴風圈範圍之內 雨勢來講有點改變 第一個你看 雨勢從東北西南向 也就是從牛豆宜蘭這個地方 慢慢沿著雪山山脈往這邊走 所以山區的雨量 包括北部山區雨量 為什麼氣氧局爆了 台北市 新北市的山區雨量 是700毫米 桃園市的山區雨量是600毫米 道理就在這裡 但是在宜蘭的山區來講 今天下午的800毫米就在這裡 也就是它的前後的區別 所以明天早上 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 這一段時間 包括宜蘭地區 要特別嚴加防範 雨量跟風力都出現在這裡最大 2點到8點以後 因為在8點中以後 這個颱風慢慢脫離台灣的地區 也就是在海面上了 風雨就逐漸減緩 它的位置大約在這裡 所以這時候的環流是這個樣子的 也是北部的山區是向風面 所以大部分是在北部的山區 或者接近的山區附近的都會區 所以雨勢來講已經開始減緩了 大概到8點到14點以後 整個已經 我講11點以後 已經慢慢脫離暴風圈範圍 這時候各地方的雨量 雨勢就明顯的減緩 所以這個颱風影響台灣的時間 就最多從現在開始到明天中午 中間最大的部分 就是雨量跟風力最大的部分 是今天晚上9點到明天早上 2點中之間是最大的 2點中以後慢慢減緩 但是它的雨量與時代來講話 都會達到600毫米到700毫米之間 尤其山區要特別嚴格防範 以上是颱風的最新動態 現在把鏡頭交換給主播